大家好 今天就看了幾個視頻 知道香港區議會要開始選舉 開始選舉 阿倩師傅推薦三個 夏詠嘉鄧德成 跟那個叫做梁明達 華記就推鄧德成 我就不認識梁明達 阿倩師傅說過 沒聽過 鄧德成 在2019年黑暴 反政府暴戀期間 真的非常活躍 做很多事情 身體力行 還直接面對面 跟黑暴對抗 那我就大力支持 鄧德成 他亦都支持 搞這些支持 大會 我大力支持 因為我看他的言行舉止 和說話 那些 那些 簡直是 選舉議員 那 夏詠嘉 就拍 陳詠欣 Y2K 大樹木頭 那時候 看到他們兩個 拍著叮當碼頭上 應該都勢均力敵 我覺得他們兩個實力 不會相差太遠 應該 那 永恩都做立法局議員 立法局議員 那現在夏詠嘉去選區議員 絕對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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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應該很多制度 就要改了 因為我聽華記說 現在的立法局議員 沒有聲音的 那我就沒有特別留意他們 OK 那當然他們做事 不用打勞打鼓 周圍說的 是不是 喂 我在做事 人家在做事 不用周圍說的 OK 那我想他們都是在做事 每一天 那 但是 你看到的 用眼睛看到 在身體力行的 就是 陳明欣和夏詠嘉 是吧 經常看到他們兩個 去做事 去幫街坊做那樣 是吧 那 又去出外去 去參加國內的活動 是吧 甚至外國參加外國的活動 很多活動 那 我覺得 將來 是可以的話 就 將那些立法局議員 分區 跟現在的區 你分10區 就是10區 是吧 90個 就是每區9個 OK 然後那些區議員 又是這樣 按照比例 就是 按照比例 放在那些區那裡 那 那 你分了10區 就 10區 是吧 18區一樣 剛剛好 除了那90個 立法局議員 就是 5個 如果是18區 就是每區5個 OK 就是立法局議員 是吧 如果10區 每區9個 那些區議員 就是這樣 按照比例 就是 放在那些區那裡 那就是 區內那裡做事 OK 每個 那些立法局議員 和區議員 呢 就負責他們 那些區的事務 OK 每一樣的 是吧 房屋也好 交通也好 是吧 清潔衛生也好 是吧 控制疾病也好 控制罪案也好 OK 在各人的區那裡 負責回你的區 那就跟那個區的 那些工 那些政府部門呢 就合作 是吧 去搞好那個區 那當你做完 一屆的 我們 做市民 就看到你的成績 行不行咯 是吧 是不是搞得好啊 是吧 那你現在看 做誰做街毛呢 就是陳明欣和夏榮佳 是吧 你做立法局議員的 就大概你 好像陳明欣那樣的做法 OK 積極一點 多些身體力行 是吧 做區議員的 就好像夏榮佳那樣 是吧 多些幫街坊 周圍 虛寒問亂 看一下周圍那個 有什麼需要改善 是吧 就不在這裏 在這裏去到 立法高開會 就在這裏 抓些政府高官上來抽稱 又說這裏 又說這裏 那裏 在這裏 又說這裏 做這裏 做那裏 是吧 你自己去做 OK 立法局議員 和區議員 去你的區裏 做到你的區 管理你的區 是吧 搞好它 不是在這裏做 在這裏做指揮 要不要你指揮啊 那些公務員 個個都會做事 是吧 你反而沒有經驗啊 你們那些 立法局議員 和區議員 是吧 有些做公務員 做了幾十年那一份 熟過你們 是吧 但沒有問題的 到時真的這樣分的話 大家互相合作 說人用什麼啊 是吧 我隨便抓個人 都說十個point出來吧 是吧 你自己去做 好嗎 組他 OK 那這裏的區議員 我就是 歷戰啊 鄧德成 和夏榮家 OK 是吧